北京冬奥2月4号就要登场 尽管还在新年假期 但大陆短道速滑队 也如火如荼的展开赛前训练 这也是夺金热门 五大镜首次曝光 穿着冬奥比赛服 所以我们全力以赴 去打好给接下来的队友们 包括中国代表团 打个样 以红黑搭配为主体 加上金色龙纹的点缀 这套冠军龙服 是大陆第一次自主研发 打造冬季比赛服装 而这套衣服其实藏有制胜玄机 远看衣服是光滑的 但实际上衣服表面 有凹坑形的结构 让速滑运动员 在高速滑冰的时候 可以减组5%到10 随着北京冬奥的脚步接近 实体冬奥奖牌也首度亮相 冬奥奖牌的主体 是由圆环加上圆心构成 这个形象是来自于大陆古代 童心园玉璧 五环的设计 不只表达了天地和人心同的 中华文化内涵 也象征奥林匹克精神 将全世界凝聚 奖牌上刻的24个点和圆环痕迹 则是取样古代天文图 代表24颗星和他们的运动轨迹 这也象征着浩瀚无垠的星空 以及期许运动员群星璀璨 再创辉煌 而奖牌的背面中央 则是刻着北京冬奥的灰灰 冬奥灰灰灰灯梦 它是源自于一个中国的汉字冬字来的 北京冬奥灰灰灰 以蓝色为主要色调 有梦想和未来的寓意 以及冰雪的明亮纯洁 灰灰的上半部 是一个速滑运动员的形象 中间则是舞动旋转的姿态 像是飘带回旋的曲线 而下半部则是一个 滑雪运动员的肢体动作 灰灰整体是抽象的冰雪运动概念 体现了北京冬奥 以运动员为主的核心理念 记者刘家瑜报导